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格意识来讲 他并不是纯粹的隔盘 因为他并没有提到是具体的暂停加息的这种事情 他只是觉得接近了所谓的中性利率 其实接近中性利率实际上之前在一些美联储其他官员的讲法当中已经出现过 他并不是第一个讲的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本轮的加息目标是中性利率 目标是中性利率之后 他会有一段停的期 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来讲 在每一次经济周期里都是这样 就像我昨天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我在解盘的时候说过 在上一次的经济危机之前 美联储的利息曾经是6点多 那么6点多的时候的话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叫做高息 高息的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 经济非常的繁荣 非常的繁荣 然后大幅的增长 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耗磨 所以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导向的话都是不断的收紧 以控制市场风险 好 那么也就是讲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们单纯从目前来说 美国进入到21个加息周期 严格意义上讲 中性利率绝对不是终点 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是所谓的 它的第一目标是从低息进入到中性利率水平 还会有第二轮 就是从中性利率水平重新继续的上行 回到高息的状态 那个时候就是经济 所谓经济过弱 然后呢 它要通过继续的加息以控制 通胀水平的增长 可以这么讲 所以实际上现在来讲 我们 也就是DIFI之一 也就是讲 美联储现在没有 所谓的 立刻要停止加息的意思 那么有人说 那为什么市场会波动呢 市场会波动呢 实际上在进入到11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提示过大家 就是说所谓的 到了这一次加息之前 下个月的加息之前 那么 将分别有鹰派的言论 以及鸽派的言论 会相互的影响市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本身来讲 在去年的美联储公布的点证图 最早前 头三次加息 是大家没有意义的 那么到底加不加第四次 是有所谓的分歧的 所以很正常 到了这个季度开始 鸽派和鹰派同时间出现 但是现在来讲 不管是鸽派和鹰派 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了 接下来的美国的经济数据上来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 鹰派不加息 也是因为经济数据 鸽派同意加息 也是围绕着美国的经济数据 所以 在经济数据 美国公布数据的这个时间点 就将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知道 在头三个季度 我们经常发现 美国公布非农数据的时候 以黄金为例 波动幅度在五美金之内 这个实际上在以前 在N年 前N年都没有发生过 对吧 前N年至少 偶尔可能一年当中 可能会有两三次 可能会没波动 但大部分时间都会有波动 那今年是 如果你去仔细去看 在公布非农当天 前九个月都没波动 上个月还好一点 十月份还好一点 其实也都不大 那么前面更别提了 基本上没波动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意味着 我们接下来所面临的这个行情 波动会加大 好 那么在十月初的时候 我有一次解盘的时候 我曾经形容过 我说 现在的行情 抖动绳子的行情 它是上下抖动 且幅度可能会越来越大 同时速度可能会加快 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现在的行情 其实就是在走这样的一个状态 走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才在解盘当中 我说了 我们不应该现在立刻就去看市场会进入到一个单边运行的状态 它依旧可能会因为接下来的数据行情 会导致的是市场的上下的波动 OK 大概是这样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 那可能来讲 在开始阶段 就是在抖动这个绳子的开始阶段 是一次好 一次不好 这样的话 幅度嘛 对吧 对吧 一次好 一次不好 那么到了 我只是用一个大概来轮廓来去形容它的概率 一次好 一次不好 一次好 一次不好 这是一个开始状态的一个可能性 很大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本周开始 副主席 之前 偏歌的 现在 这次讲话偏音 好 之前主席 偏音 这次讲话偏歌 所以它们俩互相的反水 一次好 一次不好 跟市场完全是一个预期是相反 好 今天晚上 美国公布数据 PCE 消费数据 包括消费增长 包括收入增长的数据 那么这是又是一次 我是觉得在最开始这个阶段 它应该是一次好一次不好 一次好一次不好 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过了这个过程以后 下面会变成什么 就是可能会变成两次好 两次不好 这样的话波动不就加大一次吗 思考一下 波动就加大一次 再到后面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 大的利空的消息 或者是一个阶段性大的 一个利多的消息出现 这样的话波动会 性能比较大 所以这个过程 目前来讲 应该是 这种概率是 比较高的 所以我今天晚上 对于美国的经济数据的预期 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是 个人消费支出的数据 它是十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个人消费支出和什么有关系呢 和零售数据有关 美国的零售数据有关 对吧 因为消费支出越多 则意味着零售的增长越高 这个其实相关度是很高的 所以在之前公布的 美国的零售数据 是达到了今年的最高值 今年的最高值就是0.8 所以在那一天 我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可能这一次的零售数据 会非常好 所以当时可能大家不相信 最后公布的结果是很好的 因为达到了0.8这个数据 一个程度 所以正常来讲 我觉得这一次所公布的PCE的数据 应该至少不会特别的差 甚至于会超出市场的预期水平 因为这是相关度 可以来这种理解 那么相对应的 对吧 你人的消费能力增强 消费能力增强 从而带入了零售的增长 进一步促进了通胀的增长 那么它消费能力增强意味着什么 因为当然它是收入水平增高 那么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增高 实际上是也有两种可能性 收入水平是看它税后还是税前 通常来讲当然是一般是说的是 我正常来说说的是税前 但实际上 今年它进行了一个大幅 降低税率 降低个人所得税 包括降与企业税 对啊 而且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话 有很多企业会将这部分 企业的税收减免部分 进入到了员工的工资增长一步 有时候它把由于降低企业税 所带来的政策的红利 反过来补给了自己旗下的员工 当时刚公布这条消息的时候 有一个有几个 比如像大的银行 比如富国银行 就巴菲特的富国银行 直接公开表示啊 每一个员工平均一年 他会多出最少两千美金的收入 两千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平均下来是美国的一个人 平均一个月的收入 也许他多增加了一个月的收入 所以肯定要把这个钱用来进行消费 所以呢实际上来讲消费 这一次的消费数据可能会比预期来的还要好 虽然之前的数据就是0.4 对吧 那么这一次不排除 会达到0.4之上 如果是超过0.4 就意味着什么 对吧 数据很好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些线性的联系和关系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又造成什么 市场又发生了变化 市场可能又重新从上涨变成了 或所谓的非美 从上涨或者反弹 又回到了下地行情 这是我对今天的这个 这个晚上的美国数据的一个 一个一个 具体的一个看法 所以综合起来看 有些获得 比如说澳币 澳币虽然今天来天的时候 确实是走的位置很高了 已经将将好突破前级的高点 但终归他还没有突破 在那个点位之后 他还是重新的回到了一个低点 回到了一个低点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晚间的数据了 晚间数据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他明显看到最近的这些事情 和之前发生的事情有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的呢 是这些事情开始和散户的思维相逆 我们知道之前的一段时间 虽然出了一些数据 但是通常和散户的思维是吻合的 比如说我们预期这个数据很好 它会上行 或者是比如说当时散户认为 比如说非美会上行 然后呢 在想非美会上行 然后即使出现了很好的美国的经济数据 非美依旧没有下跌 而是上行了 这个时候也符合散户的心理预期 好理解吗 而在最近的这几次 就不一样了 克莱达讲话 反正的 因为上次是偏向于歌派的嘛 所以市场又认为它是可能 继续偏歌 它就偏音 所以黄金跌下来 而今天凌晨 每天说主席讲话 本来人家上一次说话是说 离中兴利率还有一段距离 现在立刻变为了 接近中兴利率 所以变成了一个评格 其实这个话如果没有前一次的说法 所谓的离前一段还有一个距离 但这个说话它其实不是隔牌 是说因为上一次说话 到这一次就不隔牌 是这个原因 所以实际上来讲呢 都是和市场 至少和市场的思维来讲有点相相逆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 对吧 接下来可能又出现了这种相逆的状态 所以那么今天晚上是 美国的这个收的一个 PCE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接下来 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美国现在就业市场 基本上算是充满就业 已经3.7的一个是很低了 已经很低了 那么它的 下以美联储所重点关注的数据 就是美国的通胀的数据 美国的通胀数据 刚好公布的时间点 就是在19号之前的那一周 12月8号 不记得应该是公布PPI 之后是CPI之后是零售之后是 等等 可以去查 现在可能这个时间点还是有 有点差距啊 具体的话可能是大概一段时间 所以可以想象 在那段时间内 好突然一个好的数据 会加高 推高美联储加息的概率 突然一个不好的数据 不会把这个数据 又会把这个加息概率往下打 你可想而知 在那段时间的波动率会有多大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建立一个状态 实际上是好事吗 实际上是好事 为什么是好事呢 只有这种 有时间框架下的波动 有时间框架下的波动 我们才能够知道市场到最后它到底要干什么 比如说它到底最后是加息还是不加息 还是说现在市场普遍认知是什么 还是说教育者的统一思维是什么 我们才能看得到 对吧 我们才能看得到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 不多说了 我们 先以今天晚上 这个美国经济数据较好来去分析市场 美日的话 昨天确实是有下行 因为 小话了 下行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 澳元对美元 澳元对美元 今天最高是走到了 0.7333 7333的位置 我现在又回落到0.7310 回落到这边 那么 尊归是没破 有人说 对吧 看着很像有破 其实尊归是很有破 而且如果从 运行的角度来讲 也依旧存在着变数 有人说不能够说它就直接会 就是现在来讲 就是 如果它下行 就像我之前讲 它已经完成了一个右侧的次低点 所谓头肩型 它其实是 左侧有一个次高点 右侧有一个次低点 这个都叫头肩型 但是最好的话是两个肩的 差不多等高 现在是右侧比左侧来的高了 30个点 可以这么来讲 可以这么来看 然后这边是数据没有更新 换个服务器吧 因为连的是国内的服务器 现在有时候会有点慢 数据的更新 出来了 所以这个形态呢 就是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说如果又出现一个好的数据 它会不会又下去 这也是有这种概率的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现在来讲 其实来讲你说 在这个位上做单可不可以 其实是有点偏于激进 偏向于激进 实际上 可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真正好的选择 就像我说的 应该是 是一个进线位 破位以后反弹进线 但是说这个位置 能不能形成这个下跌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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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由 其实是可以的 我打比方 我之前在市场里面去解读的时候 任何一个形态 当它成立的时候 当它成立的时候 实际上是市场并不接受的时候 好理解吗 那么 言外之意就是讲 比如说我们以头肩形 我说头肩形 大概是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就是 基础形态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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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差不多这边 把它下来 然后再上形 然后再下形 当然还有变形 可能右侧还有两个肩膀 大概这是一个头肩形 那么头肩形 在我的解读里面 它成立的要素 是什么 有头肩还记得吗 就之前我解释 就一个头肩形成立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 右侧的肩膀是市场很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看多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那么这一次的话 它是由一个 利多于它的消息 所形成的右侧的肩膀位置 至少在现在来讲 那肯定买入的人 应该比高位卖出的人要多 而且高位卖出的人 通常来讲 现在可能不敢立刻的进场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 应该能够理解 所以右侧的肩部 或者右侧的刺高点 那么它是看长的 才有可能形成头肩形 这是为什么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 就比如说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判断一个形态 这次可能是双顶 结果它失败 我们下一次判断 它不是双顶 结果它成功了 为什么 同样跟这个吃的道理 就是在第二个顶的时候 如果当时市场是看多于它的 那其实它成功的概率 会比较高 而看空于它的时候 反而会突破 而现在这个头肩 这个类似这个形态里面 现在右侧的这个位置 我认为是看长的吧 因为包围脚光 所以它符合 右侧头肩型要成立的条件 所以可以认为 它有机会形成这样的形态 所以我们在市场中 我们知道 头肩型的一般来讲 它形成如果形成以后 它的反转的力量 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大的 所以怎么样 所以在这一次的话 如果它形成以后 它的下跌的力度 应该也会相对来说 会比较大 好 大家可以去试图一下 可以试图一下 我说这个概念 这是奥币 好 那么 纽币来说它破了高点 所以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就比如说同样的两个相关度 比较高的货币 奥币没有破高点 纽币破了高点 所以其实来的 做空于奥币的交易者 可能就会认为 也许奥币还要突破 以后 可能才能够下跌下去 好 这也都是相互的一种影响的关系 所以我可以来这么理解 因为我本身我给大家建立的一个基础 就是今天晚上可能数据会比较好 那么数据会比较好的情况下 有时候之前不是 我记得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说这个之前美国数据好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 没有所谓的这个下跌吗 但是我讲的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明确的消息表明 美联储到底是什么 未来的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而现在已经明确表明 他的好坏都和美国数据相关 所以现在可以认为 美国数据好 每年初假期去上升 美元会上涨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逻辑 所以这是奥币和 你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 所以大家记得 昨天解盘的时候说过 当然他这次走的 可能比我想的还要高一些 这个位置 但还好 就是他确实没有 但是我本身呢 可能这边的话呢 就看怎么解读 如果是说他这一次就直接 跑到这个位置上来 他确实是没有点过 1228这个点 就差6毛钱 今天 无限接近一趟 因为顶的话呢 是30 这边的话呢 应该不算是4点 这边可能算是 所以在今天的高点没有超过他 没有超过他 而且在这个地方 然后看出来 它实际上 是一个三浪结构的调整形态 比如说这个时间太短了 为什么短 是因为 鲍威尔讲话 将时间 加缩了 比如说你正常 这是一个15分钟几次的 线形 15分钟 实际上他应该 和这边的时间结构是一样 但是由于他的讲话 使得这个行情加速 所以如果看形态 刚好就是一个 三浪的一个上场结构 所以不排除它又会形成 因为美国数据向好 又下行的过程 能理解吗 这是黄金 所以如果我们 有同学 持有三零以上的空的 起码现在来讲 然后还是可以持有 去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 对吧 下跌下去 那么昨天的话 我也提醒大家 对吧 可能来讲 它未必会直接跌下去 它可能会先向上 上涨 所以这个实际上 这就是矛盾嘛 短线和长线 大家都知道 我还持有长线功能 但这个是两个逻辑 如果单纯看短线的话 比如昨天的话 我说过每日可能会下行 相对就是黄金会回到1220 但它这个位置 确实比我想的还来的高一点 反正我认为它是先到这儿 再下跌 再反弹到这里 再下行 如果它直接反弹 就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它在这个点下跌的时候 可能市场认为 它已经完成了下跌结构 而已经在昨天出现这个点位的时候 完成了这个整个的1234 这个BBCD 这个无浪下行的一个结构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反弹结构 那比如说今天这个地方 对吧 比如说昨天假设 有人做空 那或者是在这一侧有人做空 这是洗盘吗 算是 因为你起来的时候 你看到 如果有人有人射止损 那当然被洗掉了 还有人是看着止损 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回调 然后在这里 当它突破的时候 是不是又会刺激到 是不是又会刺激到 做空的人进行一个直随 如果你还扛过去 比如说还扛过去了 好 你能看到美元 因为数据又走强 可能会有浮动 可能会有浮动盈利 变成浮动亏损 但是看进场 如果你进场点 足够好 可能不会变浮动亏损 但是你的盈利可能会归零 但是你都扛过去以后 它再打开 你才能够真正把整个的这个波段行情 才能够拿到手里 就是这一点 所以呢 短线和长线之间的这个矛盾 就在这里 有人说为什么啊 我拿个短线 结果过一个月说 当初什么什么时候 最后一个空间 但是没有拿住 不是说你没有拿住 是因为它这个运行的过程 会打击到你的心里 然后在一个点上 当你去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做出来 你的交易行为 就可能会把它平仓掉 那你平仓掉以后 你觉得不好再去进场 对吧 那么当人真正打开空间的时候 你会错过去 所以这个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我们在做市场的交易当中 必须经历的过程 就能从短线到中线长线 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去体会的过程 所以今天晚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体会的一个例子 如果比如说你在之前这个蓝色区域呢 做过空间 你可能就会经历我刚才说这个状态 比如说你昨天在这里做过空间 因为每天是主席讲话 每天是我之前 每天是主席之前是偏阴的 你可能会持有 一会你会持有以后呢 你可能会射指寺 你醒来一看 指寺打掉 指寺打掉 然后呢你可能又会犹豫 要不要再去进空灯 也许看到好的时候你就会追进去 追进去以后你又会被洗 两次以后你不敢空了 它价格真容易上跌下去 所以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是 如果是真的 是它可能会是这样下行的话 也不排除这个点 可能会比这个点还略为高一点 或者是平头 也是有这样可能性 所以后面可以去看它这个演变过程 它演变过程演变完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就能读懂它到底是真对的 然后市场里面留下来了哪类的交易者 然后哪类的交易者离开市场 那基本上后的运行方向就比较能够确定了 这是黄金的一个看法 那么黄金和美日本身来讲 在昨天运行本身是很对称的 本身是很对称的 但是我已经提示了 就说日币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日币的风险就在于它的财政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不是财政策 日本要和美联储重新偏向于加息强势的这个时间点 它也公布它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新的一轮的 或者是公布一下未来推出量宽减低国贷购买或者是加息这些事情的消息 所以现在美日的话这个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昨天做空了 当然你可以持有 那如果说你想去买入美元 买入就是非美货币 那肯定一定要去买美日 就是你可以买其他的 比如说今天如果就是买其他 比如今天如果美元数据 所谓的这个这个比较好 正常美元还涨了 对吧 那你都要去买它 你可以买其他 美加啊或者是或者是做空其他的 比如做空澳币啊 纽币啊欧元啊英镑啊红线啊这么来想 每日对吧暂时不要买 因为每日一旦啊出现这些所谓的突发性事件 对吧空间可能会比较大 那所以规避一下这个风险 当然你说你看空对吧 我也讲了也有风险 因为这个这个我刚刚预测这件事情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 什么叫悬而未决呢 市场有一个规律啊可以记住这一点 第一次公布一件 市场之前完全没有准备的事情 是一个突发性事件 到他第二次公布的时候 也是一个相对突发的事情 但是到第三次的时候 啊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是确定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以前讲过一个理论 就是我的核心里面叫 错错对的理论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理论 所以我们要错错对呢 就是第一次他公布了一个 要缩减 购债规模 退出量宽的一个计划 或者一个想法 市场否定了他 因为他没有整整跌下去 而且后来美元强势以后 还突破了高点 第二次 在公布的时候 他也会 有可能会这样的演变 但是到第三次就是对的 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应该果断的按照他所公布的那个方向去做交易 而且是成功概率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一次的时候 实际上是大多数交易者不再去想 这件事情的时间点 因为之前有两次都是失败的 你第三次公布 万一又失败了 那个时候是大家的这种思维 占据了主点融失 所以接下来的话 每日就是这个风险 所以呢 做空 我觉得如果昨天做空 你可以使用 如果没做的话 就差不多 先不要管他 可能这 如果真有两次以后 他后面出现了末端的上涨 拉手以后 我们寻求在高位去吧 进行这个空单 有人最近会说 就是说 我会把很多的位置拉得很高 或者很低 但实际上如果是末端行情的话 真的一旦爆发 其实速度未必很高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运行速度很慢 对吧 比如运行同样的空间 也许往年可能需要 比如运行200点 往年的时候可能需要 三到四点 可能今年就需要 六到八点 可能会多一倍的时间 但是如果真的到末端 我说这种爆发性的 就是航行出现 实际上这个时间会被大幅的缩短 所以比如说我曾经预测 我说每日可能会冲到120 有人说那按照现在的速度 讲不得运行半年吗 其实内比 如果真的到末端的时候 真的所谓它是先跌后涨 真的到加速上涨的时候 有时候不需要很长时间去完成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七天涨一千点 或者七天跌一千点 或者十天跌一千点 就是航行很常见的 那之前的话 可能两个月都是在100点 200点之间震荡 所以这个是没有绝对性的 能理解吗 所以这是每年对日元 那么英镑 英镑的话现在就跌下去了 因为英镑的话 今天有一个数据 可能不是 就是什么 这个时间点 就是你说它是因为数据影响的吗 可以算 因为它刚好就是在数据之前 公布之前下跌 当然也可以说它是因为 英国推荣的消息所影响 但是它确实是 在这段时间内表现的稍微弱一点 弱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之前也讲过了 实际上它这个下跌 它所原因就是在于这一线的上方这个区间内 它是存在着英镑的多单 所以它会提前往下打 对吧 不给你上方多单平仓的机会 出了数据以后再反弹 可能也回不到更高的位置上 你就平不了仓 其实这可能是英镑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接下来英镑 如果在英国这个议会投票之前这段时间 它可能都是比较偏弱一点 比较偏弱一点 好吧 那么如果你是想到做空飞买的话 我觉得英镑倒是比较好 但是英镑的问题就是波动率比较大 转线的话呢 你设小指数的话会容易被扫掉 如果不做英镑的话 我建议还是可以考虑黄金这类 就是如果在今天出数据以后 跌下去 然后像我说打上去 我们再空下来 我觉得它因为它的前期的高点呢 比较好长 位置也都比较好看 如果你是反着做对吧 那么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有这种成功的可能性的 而且支撑的空间也会比较小 那你现在英镑的话呢 是这样 你如果在这里做 我们的支撑点应该是摆在这个上方 因为这里有多单 所以我们应该是把多单的上方 作为支撑 那这个空间就太大 对吧 将近有300点 这个是不合适的 那这个是英镑的这个走势 那以至对应的欧元呢 基本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今天来讲就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了 因为受到这个美联储主席讲话影响以后 虽然有些回落了 但是实际上来讲 它是幅度还是比较小 所以今天的话就是看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 如果美国经济数据真的比较好 它是有可能就达到下方去 说为什么是 有人说为什么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就是美国经济数据好 对吧 现在来讲它就可能会使得这个美元走向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 就是所谓的美国所谓的指的中性利率 它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值 理解吗 为什么 因为中性利率的区间是有浮动 它没有固定在3 有些人说中性利率是2.75到3 有些人说是3到2.3 有些人说是3到3.25 它中间会有变化 如果是2.75到3 也就意味着还有三次加息 因为现在是2.25 对吧 如果是3到2.25 就会是四次加息 就是所谓的就今年4月份 今年第四次加息以后 明年还有三次 如果是三次 就是今年第四月加息以后 明年还有两次 就是区别 这个区别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美国经济数据的这个状态 如果美国经济数据一直比较好 那么明年就会把中性利率水平 向着调高0.25个百分点 而如果经济数据在一定时期内放缓 它可能就会把所谓的这个中性利率水平 调低0.25个百分点 就是以三为中间值 你见吧 它可能是向下摆动0.25 还有可能是向上摆动0.25 所以这个就是影响到接下来的状态 如果数据持续的好 你就市场预期就是还会有四次加息 如果市场最后看到数据不是特别好 就会变成三次加息 这里面是很大的差别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三次加息 那么美联储很难将 如果是四次加息 就是四次加息的情况下 美联储很难将 后面这三次假设计 假设12月份加息以后 很难将后面三次加息 全部集中在明年的某一个时段公布 有时候它很难说把这个三次加息都压缩在 压缩到下半年 八九十十一十二 就是很难压缩到这个半年的时间的加三次的息 它就要进行在上面有一次加息 这样的话就违背了之前说的 可能在春季的时候 可能有一段时间的暂停加息 但如果经济数据不好 它选择是后面还会有三次加息 假设12月份加了一次 明年还有两次 它完全可以在明年的上半年暂停 然后到下半年 半年当中寻求两次加息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数据会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它直接决定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加加息 包括中性率水平到底是在你的区间内 然后就决定了每年数还有几次加息的可能性 那就预示明年 它到底是有没有在上半年会暂缓加息 这是一个很连锁的反应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欧元这些品种 反正今天我已经给大家建议了 是说应该是美元数据会比较好 可能美国的这个整个昨天 或者今天凌晨的走势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然后到下周呢 其实也不好说 因为下周 因为到周末的时候 因为到周末的时候 今天当然要明天的话 就是或者今天凌晨吧 欧洲的这个晚间这个时段 习大和特朗普会进行会面 不好说 也可能是今天也许到欧洲这个晚间的时间 也可能到明天才会面 因为没有具体的公布这个时间点 所以它是一个随机型事件 所以他们的讲话的内容 影响市场到底会到什么程度 也许可能比如说美国经济数据 把美元打上去 而他们讲完话以后也许有可能产生新的波动 其实这应该是这个时间行情一种最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它可能会一好一坏一好一坏 然后完成这个上下洗牌的过程 然后才会走一些单边运行的行情 好吧 基本上我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那就看我们就看我对市场的预期是否会实现 就是所谓的 我先昨天先看的是 没有我直接肯空于飞美 我认为它会先赶它 当然我本身认为是经济数据造成 结果是美联署主席讲话造成 其实但是这个方向和这个结构是对的 它今天我预期的是 它会跌下去 但这个跌下去有可能就是美国的数据造成 那有可能是 也许 中美之间达成一定的协议 中美当然是一件事其实对中国对美国都可能是好事情 当然是利好与美人的事情 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非美下行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变数 基本上我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因为结构已经解完了 该讲的包括这个形态成立的这个依据 它已经符合这个条件啊等等了 那么就看 记下来就是这边 总之来讲它如果现在是 这种状态 一旦它突破一个区间 你就记着 是第一个是假的 比如说它几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 也不知道假的吧 它第一个区间它的空间 但它反向的空间会更大 就所谓的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在震荡震荡震荡 突然出了一个方向 出了这个方向以后呢 这个空间也会很大 但实际上这个方向以后的另外一个方向的空间 要比这个大的多 这所谓的就有什么形态 就比如说经常我们会 书中可能会讲 比如说一个 这一个剧情震荡震荡 先向下突破 它回头再向上突破 那当然后来看到 当然是从突破以后的反向的穿越 当然是更大的 同样的道理 就是你先上上突破 你往下也是更大的 这就是算是技术的一个 总结吧 不能算具体的 其实它多的形态都有这种可能性 比如你去学这个三角形态 你看它前面都讲的很规矩 上轨下轨 运行到1分之1到4分之3处突破 然后你跟它会讲 有作为一种变形 就是所谓的先突破下轨 再上穿上轨 或者是先突破上轨 再下跌 穿越下跪 这就是总结 现在可能就是未来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你像是小抖 你大抖一下 你反过来抖的力量会更大 所以向上或者向下力量会更加的强大 所以OK 所以今天的话 就是看美元的数据 时间留得多一点 有问题的话可以提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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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